这段珍贵的历史视频是李鸿章74岁时拍摄的 1米83的身高在当时普遍缺少营养的大清国里算是鹤立鸡群 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并不高大 但是有着高大身躯的李鸿章却能给傲慢的英国人一个鲜身夺人的印象 这给大清国的形象加分不少 观察当时的西人漫画 中国人普遍背话的高一些 而日本人大多背话的矮戳 这与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李鸿章确实有关系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对于他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两个人 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慈禧 曾国藩算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伯乐 为了让李鸿章在朝堂上更上一层楼甘愿退居幕后 让李鸿章踩着自己的肩膀往上爬 而慈禧对于李鸿章应该算得上是代之以国事了 为了报答慈禧的治愈之恩 李鸿章更是唯命是从帮助慈禧掌控亲王朝 李鸿章一生有功也有过 他开展洋务运动创办北洋水师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造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如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第一座电报局 第一家新医院 第一座钢铁厂 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等等 但也因为好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不堪遗击 与各国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后人诟病 但小编在这里替李鸿章报个不平 在慈禧掌控的亲王朝下 他也就是慈禧的代言人而已 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慈禧的决定吗 所以有人说李鸿章实在给慈禧背锅也不无道理